LAYO 了四季 天敵如個星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還是天敵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的特色是他的毛兵跟槍斃的移動速度 是遊戲裡面數一數二快的 而且立陶宛的獵蹄師 可以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他的寶兵單位也是造價非常便宜 甚至比一半的騎士還要更省 唯一的缺點就是需要挖出一棟城堡之後 才可以慢慢量產出來 立陶宛人的森旅科金基本上也是完整的 後期也可以打森旅戰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立陶宛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打這個騎兵作戰為主 那弓兵路線的話不太適合 因為他沒有強弩 只有這個三級射三級弓兵鎧甲 但是他卻可以打這個戰毛兵 這一點的話是他的一個優點 所以立陶宛人後期需要工兵單位的話 還是建議轉出火槍會比較適合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的特色一開始會有一台羅車 這個羅車一開始可以拿去探圖 但是不能馴服這些綿羊 這個綿羊就像羅車看到也是看了一個寂寞 先探圖是OK的 喬治亞人他的強化教堂 也可以讓自己的19格內泛國基村民的工作效率提升10% 所以喬治亞人的強化教堂在城堡實在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但是強化教堂這個建築物也不是很便宜 200木才可以蓋下一個 所以喬治亞人經濟加成是需要透過時間偏後期才會有感的 喬治亞人還有這個比較著名的莫娜斯帕寶兵 這個單位是每五隻騎士或每五隻的莫娜斯帕 都可以增加一點傷害值 所以我也把它稱為抱團騎兵 數量越多傷害就越高 最高上限值是20隻的騎兵或是莫娜斯帕 攻擊力可以加到4點 我會比較建議用到25隻或是30隻再出門 才可以維持最大攻擊力的傷害 不會馬上就降低下來 喬治亞人他的後期打法主要是搭配火槍 還有自己的莫娜斯帕或是步兵單位為主 他的馬攻路線最近也很多高端也在使用 因為他的馬攻也可以吃到他騎兵回血的效果 而且他的攻兵單位是沒有三級 攻兵鎧甲也沒有拇指環 但是還是有高手們 所以嘗試使用喬治亞打馬攻路線 所以即使步攻不能打 馬攻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 先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喬治亞這邊開局是有趕路 那趕路是趕到了伐木場的周圍 這個是相當細節的 唉唷 突然發現這個名字好像沒有改好 我們喬一下 OK 那這位黃色選手 我想奇怪怎麼有點怪怪的 黃色不是Viper嗎 對 他就是Viper 我們熟悉的知名世界冠軍 那目前世界冠軍是公認是HERA 但他在我心目中他也是世界冠軍 那目前看起來立陶宛人 這裡是補下了封建時代的升級 喬治亞也是補下封建時代 兩邊打的一個是18P 升封建的一個升級方式 非常早 那不太同是立陶宛這邊是開雙伐木 喬治亞這邊是單個羅車伐木的一個差別 但這邊也是補了一個羅車喔 那待會應該也是要拉到幾順 去下方伐木或是挖黃金 都有可能 那我們來特別看一下Viper的配置是怎麼打的 這邊看到Viper的配置是先下了一個軍營 然後打的東西是騎兵 應該是騎兵沒錯吧 對 這邊這裡沒有挖黃金喔 所以可以不用去猜是打工兵 好那立陶宛這邊也是騎兵開局 這邊都是打一個洛馬開局的方式 iper這邊有點小小的卡人口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剛剛出槍兵又出落馬 人口突然暴增喔 但也沒有卡太久 這邊城鎮中心 不是不是 這個城鎮中心的閒置喔 來到了23秒 這是一個細節齁 所以Viper這邊的村民室 我會慢個大概快要將近半村左右 好這邊槍兵反擊回去 那立陶宛在這邊就顯得很強勢喔 他的槍兵是可以追到Viper的槍兵喔 只要自己數量夠多 一定可以把對方追著跑 甚至可以拿到一些優勢在 所以我也會比較推薦大家 在打立陶宛時 在封建時代多打槍兵跟毛兵喔 羅馬當然也能出喔 但是主要是作為一個輔助的角色 而不是主力喔 你要把他當成主力死喔 但你的毛兵就要出多一點了 變成毛兵要先解決對方的工兵跟槍兵的問題 那就OK 會比較還是建議打槍矛作戰 會更好 那為什麼是槍矛 是因為槍矛他有移動速度優勢 你只要能抓掉對方一大波的槍兵 或者是肉馬 或者是對方的工兵喔 你就可以瞬間 瞬間秒殺對方封建時代也說不定 可能在比較低分場的時候是可以這樣子 好 左邊這邊是有圍石 好 上完補了一個兵工場 喬治亞這邊應該是要來準備升城堡時代了 兵工場下完應該不會先點工坊 因為這一波看起來喬治亞是沒有繼續要升工坊 而且立陶宛也沒有按態度槍兵跟毛兵出來防守 所以這邊是可以預見 白河只是要來升時代才補兵工場 而不是要來一點工坊 這邊戳到一下 白河這邊稍微小小失誤了 但沒有關係 家裡沒有被漏進去才是重點 對方槍兵也過來 剪下了一級攻 有一攻的話 對方槍兵可能就會戳輸了 自己就會有點有機會打得贏對手 而且這一級攻連肉馬也能吃得到 最近打槍兵配肉馬的時候 攻擊力先生是很明智的選擇 這邊viper一隻肉馬直接被戳死 第二隻也被擊倒 這邊大量槍兵直接戳到viper的肉馬 肉馬直接損失到最後一隻 直接被瞬間戳光四隻肉馬 這就是立陶宛的槍兵移動速度之力 移動太快了 連viper都來不及 反應回來 差這個0.1的跑速就差很多了 好 立陶宛這邊是點下了一級射 個瓶子 還有一級蛙筋 要轉弓兵了嗎 喔立陶宛轉弓兵喔 立陶宛在城堡時代打弓兵 我是覺得ok的 畢竟他城堡時代是有母子環的文明 所以真的要打個雙射箭長 打弓兵可以考慮 甚至打馬弓也可以 ok 我還是打馬弓 打馬弓沒有安息人戰術 其實我覺得立陶宛的馬弓 甚至是比喬治亞的馬弓還要優秀 差了一個母子環 差距還是蠻大的 而且立陶宛的馬弓呢 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喬治亞人這邊馬弓選項 可能是不能用的 直接轉戰毛兵吧 戰毛兵配莫娜斯帕 可能會更好一點 這邊兩邊直接開農 5%馬弓在3TC補下 把一個強化教堂 補在了伐木場跟礦區的位置 我也是比較推薦 大家把這個強化教堂 補在農田地方 或者是補在礦場的地方 或木頭區都ok 但木頭有個缺點 就是你的木頭會一直慢慢罰不見 所以補在 能補在伐木的地方跟礦產的地方 同時一起是最好的 這裡果然也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這裡可以補到農田的位置 而且還有礦區跟伐木場 結果這邊 生旅一出來就被馬弓給騎殺掉了 這幾次的馬弓讓Miper稍微受到一點傷害 但是村民是一隻都沒有死了 這三隻不幸中的大迅 Miper被這兩隻馬弓 沒有被騎殺任何村民 3TC補下之後 馬上補下了強化教堂 這邊Miper前期投資了非常多的農田 也沒有停止農田繼續散 而是用強化教堂進行防守開農的策略 上方這邊要稍微收村 一直被射有點麻煩 當然這邊繼續使用老頭反制 那用生旅反制馬弓的缺點就是 很容易被對方多跑下三步 就很容易被對方馬弓給射死 當然這也是蠻考驗對方馬弓的反應 那喬寨這邊補下了神聖思想跟宗教同樂 完全就是唯一臉就是我要打生旅戰的樣子 那立陶宛這邊也沒有全力打馬弓 而且是4TC開農 那這4TC開農經濟非常優秀 而且每一個神殿中心都會給100肉 這個效果讓立陶宛人在開3TC 4TC 5TC 這個初期的時候就不會那麼容易斷肉 好 那在家裡的部分補了一個城堡 開始轉出莫娜絲炮 麥普爾打的方式很濃啊 但是這邊二級農鐵沒有先補 可是補了二級伐木 開始轉出3TC繼續農 二級馬卡也補一下 綠陶宛這時候補了一個一級馬卡 好 在前線補了一根寶 看一下這一波 這一波很關鍵 早想一下 先招了一隻馬弓 好 最終招到了一隻馬弓 總共現在被招了四隻馬弓 點掉對方的老頭 為了要使他上前 擊殺掉了這些馬弓 好 那這根城堡沒有補在前方 而是補在了後方的位置 麥普爾這邊應變非常快 那這裡有點可惜喔 什麼都沒有碰到 碰到三隻小鹿班比 但應該是不會吃他了 好 那麥普爾這裡補下輪軸技術 待會也可以直接上一個帝王時代 這個支援量蠻接近的了 麥陶宛跟喬治亞 我覺得算是一個蠻經典的對決 那怎麼說是經典 是因為喬治亞人 有人會把他稱為小鐵騎 那小鐵騎是因為他的近戰防禦特別高 那到了帝王時代點下精銳之後 還會再加三點 總共是6加2 近戰防禦 欸 是6嗎 6點加3點 9點才對 不是 5點才對啦 講錯了講錯了 麥朗斯他是近戰精銳5點 5加3的一個防禦 防禦是8點 那立陶宛的寶兵烈提斯呢 他的傷害呢 是可以無視敵方的近戰防禦的裝甲 進行攻擊的 所以 VIPER這邊神經對 莫娜斯塔可能會有點打不太贏 立陶宛的無視裝甲的效果 而且莫娜斯塔雖然造價便宜 但是他的血量也是偏少的 只有95滴血 那立陶宛的騎士呢 是造價便宜 然後血量也還不錯 攻擊力又很好 就只有鎧甲的部分稍微弱了一點 變身防禦力並不是很OK 比一般騎士的防禦力更低一些些 但是傷害是無庸置疑的 那列提斯也是我心目中 騎士傷害的天花板 畢竟沒拿一個聖物呢 都可以增加這個列提斯的傷害 那列提斯現在是加2傷害 跟這個三公式一樣的 原來立陶宛是沒有三公的文明 拿到兩生物就不用太擔心 自己有傷害落後的問題 而且可以無視裝甲 哇 戳莫娜斯塔果然很快 這裡用馬弓想要包掉這裡 小群的莫娜斯塔 好像有機會喔 喔 又戳掉了幾隻馬弓 還行喔 這波交換白盒並不是非常虧 有換掉幾隻就還行 但是現在城堡已經依序建立起來 地龍斯塔補下 還點下銀罐技術 斯萬塔 斯萬塔補下之後 喬治亞的防禦劍組 攻擊力都會加2點 待會就會看到城堡會變成13點傷害 這裡補下了三級馬凱 還有手推車 斯萬塔還有大概5秒鐘 立陶宛是點下二級攻 傷害點到最高 OK 那連強化教堂 都加了兩點 5加2變7點傷害 聖堡是11加213攻 那這個效果 現在連城鎮東西都可以吃得到 這個是相當特別的 這裡本來是想要野外開羅車 去吃野精 結果被馬弓抓了包 只能被逼退回去 現在vipers的聰明書來到了111村 立陶宛則是120村 村民差距約為9村而已 兩邊都是一個穩健型偏濃的打法 MBL這裡補下了精銳烈提斯 還有二級的馬凱 依序補下了步兵的護衛技術 跟擊兵的升級 好 這裡想要蓋踩荒泥地 踩這一坨石頭 結果發現這裡有城堡了 好 劇情頭11架了起來 但是列提斯可以上去拆喔 現在還沒有人在防禦 慢了一步有機會嗎 好 這時候才看到對手過來 有機會擋住 好 後面三隻生侶直接招翔 異國大戰直接開打不起來 後面城堡傷害非常高 但是沒有單道學 城堡射的點歪 但依舊用自己的高打地的傷害 解決掉了非常多的列提斯 最後是由立陶宛這邊的騎兵數量壓制 獲得了優勢 但後方的莫拉斯派還是緊追不捨 但最後還是靠著列提斯的傷害 成功收掉兩台巨型頭11 第三台有機會嗎 看起來有點偏難 最後還是沒有收掉 但下方城堡是確實砸掉了 三台巨型頭10機喔 就能搞定弄城堡 大家簡單盡 工程師帶三巨頭 也定沒有問題 右邊卜力跟城堡守護一下這裡的野精 哇這邊野精還包含 MBL這邊的野精喔 如果能蓋成功的話 VIPER的黃金應該是遠遠不絕 而且MBL這邊比較尷尬的是 他的附金喔 在正前方的位置 所以他現在一定要守護掉這塊金喔 甚至要找個機會喔 轉出火炮 把這個巨頭10機給點掉 那MBL這裡是補下了非常多的槍兵 那立陶宛的槍兵喔 待會再點下塔盾之後 長槍兵的遠防喔 還會再多加2點 但是VIPER這裡是沒有轉戰毛兵 所以這個塔盾技術喔 可能不會點 可能就是最多就轉個火炮 稍微去打一下對方的巨頭10機 繼續用槍兵喔 去打莫娜斯塔 然後是轉這個列提斯 OK 列提斯跟莫娜斯塔互打的結果 看起來是列提斯有點險勝 沒想到喬治亞的莫娜斯塔傷害這麼高啊 他三攻還沒有好 就可以跟列提斯打成這樣子 這讓我一點意外了 這邊是金瑞列提斯喔 這邊也是金瑞莫娜斯塔 近戰防禦5點 攻擊力14加4 升級完之後變成14加6 20點傷害 那這還不是他的天花板傷害喔 現在才14隻而已 好 再來一隻 就可以增加再加一點傷害喔 現在是15隻 好 再一隻了 好 再一隻 好 再一隻過來 變14加7 變21點了 好 再來個4隻的話 又會變成再加一點了 22共傷害喔 跟這個列提斯 最精銳的版本一樣 最精銳的版本就是指4個生物的情況 但現在只有2個生物 他的傷害現在最高 就是20點傷害 兩邊都是可以高達22攻的騎士傷害 兩邊都是各懷鬼胎 不知道想要去哪裡逼滴對手 好 這邊野精看到 但是有一根城堡 應該是沒有辦法可以打掉 羅翠也收了進去 好 拿了一些莫娜斯帕過來救一下 好 這邊上去 戳掉了非常多的莫娜斯帕 立體套玩的帝王奧斯帕的槍兵 是非常棘手的 移動速度很快的關係 隨時都會貼到敵方的騎兵喔 所以這個是Viper 待會要對決時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正面對決的話 打槍兵 就莫娜斯帕會有優勢嗎 好 這邊巨型投石機架起來 攻擊的是敵方的巨型投石機 而不是對方的城堡 這邊的目標很明確 先砸掉對方的巨頭 這邊使用大量的莫娜斯帕 扛住前線 不要讓自己的巨頭 被敵方槍兵給摸到 但這邊還是要稍微拉打一下 巨型投石機的石頭 實在太多 再來一發就有可能 砸掉一台巨型投石機 有機會嗎 哇 又砸掉了一台 這個巨型投石機的整個 反如兇爐一樣 跟戰狼 哇靠 又中了 上方的莫娜斯帕 直接扛住正面前線戰線 而後方城堡 兩根城堡都在火力交叉 射殺掉了非常多的騎兵 跟烈提斯 而且現在有三級射的關係 城堡傷害來到了十一加五 射下有十六點的傷害 一般的騎兵跟烈提斯 肯定是扛不住了 烈提斯只有五點的這個遠防而已 好 MIP成功使用自己大量的烈提斯 加上巨型投石機 反擊了對方的巨頭開拆 來個手勢 防守反擊 是MIP的招牌 防守反擊成功之後呢 才是他的主戰場 開始要來進攻了 這波進攻再往前上去 貼了上去 立陶宛 這邊再挽回高地 一定要死守高地 這邊高地死守 基本上就沒了 那以上這個高地 會被後方的城堡給射 現在烈提斯也是稍微拉打 爭取一點時間 只要能把後面的城堡拆掉 就可以無情往前A了 那反而是 立陶宛這邊會有點尷尬 沒有城堡的防守 這邊槍兵死傷非常快速 這一波倒了 還有機會再起來嗎 但烈提斯的數量 好像也讓它補了過來 穆拿斯塔也剩下少量幾隻 欸 有一隻民兵 就民兵來錯熱鬧的 新兵來前線戰場 當炮灰 這個炮灰好像 沒有辦法做到其他事情 哇 立陶宛這裡 只能眼睜睜看著巨型頭司機 拆光自己的建築物嗎 要是有火炮的話 好 當然這裡也不是 找火炮的時間 這裡也要補更多槍兵 這邊除掉 那 Viper的想法是 讓他進入到城堡射程範圍內 用自己十萬塔的城堡 超高傷害 去射殺後方的槍兵 然後去爭取時間 然後讓這個 莫拉斯塔的數量越來越多 來到四四隻 而且奇兵好像一直回血喔 你看這個血量一直慢慢變多 OK 爭取到非常多時間 這邊會打起來 但是沒有進入到城堡射程範圍內 Viper在這邊想要利用自己的 所有的優勢細節 打出一波精彩的會戰 這波會戰 直接還是開打了 奇兵一直一直補了過來 槍兵直接戳掉非常多的莫拉斯塔 但莫拉斯塔的數量下降 只佔到十隻左右 但槍兵數量好像完勝 但這波打贏之後 Viper還有機會可以反攻嗎 NBL這邊環境已經見底了 但是Viper還有更多的環境 可以繼續補過來 後方巨型頭司機 可能會被戳掉個一兩台 但是後面有三根城堡 火力交叉的結果 是戳掉了非常多的巨型頭司機 當然這類的列提斯也是損失殆盡 但這波交換 並不會對NBL非常虧 凡事有點小賺 但是NBL最後還是打出了GG 因為前方這塊精 還是沒有辦法穩穩守下來 對方莫拉斯塔還可以繼續出 右邊兩塊附金 還在Viper的掌控裡 而且下方城堡也要被拆除了 OK Viper也可以從下方進攻裡 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目前看起來 莫拉斯塔對上列提斯的對決 還是要把重點放在誰能控制金礦區 有穩定的金礦才有機會贏 只用槍兵看起來是 不是長久之際 我是覺得Viper再繼續打下去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畢竟 畢竟 待會Viper也會把黃金用完了 對不對 而且剛剛巨型投資機被收掉了4台 也是一個 不小的金額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Viper拿下了大概4000支援 軍事方面則是拿到1.13的KD 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沒想到列提斯對上莫拉斯帕 Viper還可以算是完勝嗎 打贏這場比賽 最後是用了206隻的莫拉斯帕 立陶宛這邊是被迫轉出了級兵 即使出了級兵 再加上列提斯 還是扛不住Viper的莫拉斯帕的各種重重包圍 我覺得後方的城堡也是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這個山洞城堡 擊殺到了大概40隻的單位 這個加上斯萬塔的傷害 讓這個城堡的CP走 到了頂峰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大家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可以按下訂閱 一些到onta訂閱 不過我們喜歡這訂閱 做到不斷 那時候 大家可以按下訂閱 我們一定要按下訂閱 我們今天 這個小鈴鐺